我們說過SIMD 最早在Intel process裡面 SIMD的概念叫做MMX 它其實叫做Multimedia Extension 在1996年Pentem的時候加入 最主要原因是說 他們注意到了使用電腦 來處理多媒體應用的一個趨勢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個人電腦 來處理多媒體的應用 而多媒體應用它有一些額外的特性 這些特性我們可以用來加速 它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多媒體應用下面這些特性 第一個 它的基本資料的Type其實都很小 比如說對影像處理來講 一個Pixel是8個bit 對Audio來講一個Sample是16個bit 基本上處理的資料Type都很小 可是它有很多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能會對100萬個Pixel 做一模一樣的操作 你對它做recurrent operation 就是你會做重複的計算 而且這些計算之間 通常是可以平行來做的 那因為這些多媒體應用的一些特性 他們想要設計一些新的指令 來加速這些多媒體應用 所以它就設計一個叫SIM 就是MMX AMX基本上做了SIMD 就是說這些指令就會做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比如說我做一個指令 可以從時對多比資料 做一模一樣的運算 我們舉下面這個例子 這是這個MMX裡面指令 就是在Intel 在有MMX延伸的Processor裡面 它加入一個指令叫做PADDW 那PADDW 你看這個P P表示Parallel 做平行的加法 P表示平行 ADDW表示做加法 Word為單位 W16個bit 那在MMS裡面 一個基本的處理單元 是64個bit OK 就是我每次處理的對象 是64個bit 所以在SIMD裡面 SIMD的暫存器是64bit 那W呢 是16個bit W是16個bit W是16個bit 所以這個意思相當於什麼 因為一個W是16個bit 對不對 那我一個暫存器是64個bit 所以呢 我一個暫存器裡面呢 相當於被我切四份 1 2 3 4 每一個都是16個bit 那MMA0跟MMA1呢 是MMX的暫存器 MMA0就是第0號暫存器 MMA1就是第1號暫存器 這都是64bit 比如說我把這兩個64bit的暫存器拿來做相加 那我把這兩個64暫存器呢 解釋成4個W的 每一個是16bit 那我把它做相加 最後結果呢 是4個W的 每一個都是16bit 這每一個呢 就是這兩個呢 對應的相加的結果 那你可以想這個P什麼SUB等等 所以相當於是平行相加 也是唯一個指令 這一個指令做了4個加法 做了4組資料的加法 那如果是P A D D B呢 那就相當於做了8組資料 一個指令做了8組資料的加法 對不對 這個概念叫SIMB 就是一個指令 對於多組資料同時應用 那我們一般的指令是這樣 SISB 一個指令一個資料 一個指令對一個資料產生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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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每次進來一個指令 一個資料出來一個結果 一個指令一個資料出來一個結果 一個指令一個資料出來一個結果 一個指令一堆資料產生一堆結果 OK 那這是SIMB的架構 那現在另外常見的是 我Kernel Programming或Stream Programming 就我一個Kernel或你想像一個Program進來 對一群資料 把這一個Kernel對這一群資料產生一群結果 在下一個Kernel進來 對這一群資料產生一群結果 那這些所謂現在GPU 那GPU 用Programming model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談的MX 這樣的Programming model SIMB 一個指令對一群資料產生一群結果 OK 那Intel就去分析了很多 當時常用的多媒體的應用 包含像是MPEG 音樂的應用 Speech recognition Game等等 然後呢 他就 決定以64bit為基本處理的一個單元 就我們剛剛看到64bit 因為他覺得這樣差不多夠了 64bit大概就對應到這個8個bit 就是8個pixel 4個sample的 4個audio的sample 跟這個兩個graphics的一個 因為graphics大部分都做浮點數運算 OK 大概他那時候決定64 不過後來其實extend到128 不過我們現在看的是MMX 64個bit 我們說過 你可以把它以bite為單 為你做切分 相當於它對應到8個bite 或是4個word 或者是2個doubleword 或是一個coreword 就看你怎麼做切分 那相當於如果你是把它當作bite來看 你就一次對8個bite做運算 一次對4個word做運算 一次對2個doubleword做運算 那這個的話就變成一個很像長整數做運算 OK 那總共引入了57種新的指令 那包含了做了平行的加減乘 比較shift 等等的一些運算 那我想我們沒有要教你說這些運算 我們只是告訴你一些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我想我們就用一些例子來說明這個 SIMD的用途跟怎麼樣來使用 那除此之外 在做運算上面 這個 因為應用的需求 所以它有加入一個mode 叫做saturated mode 跟rub around mode 就是說你可以 做運算的時候 你可以要求我的運算 是要做哪一種mode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們把兩個數相加 兩個數相加可能會產生overflow對不對 比如說兩個bite相加 那每個bite最多是256 相加的結果呢 如果是255加255 會overflow對不對 那overflow怎麼辦 有兩種 第一種是rub around 就我們一般常見的 overflow就overflow 出去那個bit我們就不看了 所以我們一般不用這個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這樣的話會很危險對不對 你把兩張圖拿來 兩張白色圖相加 可能會變黑的對不對 類似兩張灰的 兩張圖128 128加128變256 256變0 所以兩張灰的圖相加變黑的 這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他還提供一個 Setroid 18的一個mode 比如說 如果兩個數相加產生overflow 那麼呢 就讓那個數變成最大的數 也就是說 以bite做例子 兩個bite相加 如果大於255 那個數就是255 OK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那剛剛我們那個例子 兩張灰色圖128加128 最後一張是一張白色的圖 因為128加128變256 256大於255 所以結果就255 OK 那這叫Setroid 18 而且也是為了一些多媒體應用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用Rubber Run Rubber Run Mode 還是Setroid 18 Mode 所以這 Archiculation上面會直接幫你處理 我想我們直接來 OK 另外SIMD的program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這樣 第一個呢 你的資料要盡可能擺好 第二個呢 就是你盡量的不要有branch 因為有branch 像SIMD很麻煩 你有一次做八個 那這八個有人要branch 有人不要branch 怎麼辦 所以很討厭 盡量不要branch 好我們下面看 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我們要看 Friend difference 我就兩個video裡面兩個friend friend A跟friend B 你知道每一個friend其實就一張影像 一張影像其實就是一個2D Array 每一個Array裡面的每一個element 是一個byte 一個byte是0到25之間 表示的那個pixel的亮度 比如說這個pixel可能很亮 所以它可能是251 這pixel很暗可能是32之類 所以說兩張影像其實就是 一個雖然2D Array 可以記得它的limit就是1D的 對不對 所以一張影像其實就是1D Array 我要把這兩張影像做他們這些相減的絕對值 我們叫friend difference 為什麼需要取friend difference 你看這兩個friend 因為他是video相鄰的兩個friend video相鄰的兩個friend 其實他的動作動作是很小的 你會發現這兩個friend其實很像 只有在邊界的地方會有一些誤差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去做一些應用 比如說做compression等等 所以假設我們的目的就是 給你兩個friend 基本上有兩個Array 對不對 A Array跟B Array 我要你算A Array跟B Array的 element was 相減的絕對值的結果 就相當於這張圖 這是另外一個Array 這個Array 就是Ai-Bi的絕對值 就是這個Array的第二個element 我要你寫一個 MMX的程式來做這件事 首先第一個你要做的 你會怎麼做這件事 如果你沒有MMX 你就會 我I等於0到 比如說6536 就是整個image的size 然後呢 讓Ci等於Ai-Bi 看起來很容易對不對 不行啦 不是Ci等於Ai-Bi 小於65536 我假設它這個image的size 然後愛加加對不對 然後如果 這個Ai 大於Bi 那Ci呢 就會是Ai-Bi 否則的話呢 Ci呢 就會是Bi-Ai 這個應該很容易嘛 這個絕對值的概念就是這樣 大得很小的嘛 如果A比B 大得A-B A-B 如果A比B小 那就B-A了 對不對 可是這會牽涉到 這個branch 因為這個condition判斷 會牽涉到branch 那我們說呢 在SIMD裡面 我們不喜歡branch 你能不能不要用branch 算出絕對值 OK 這是第一個 你能不能不要用branch 算出絕對值 第二個就比較容易 因為只知道 是平行化 我一次呢 不是這一次的人 算一個絕對值 我能不能一次算八個絕對值 八個絕對值很簡單 就是加個P就好 對不對 平行去做就好 OK 好 不要難的是這個 你怎麼樣 不要用這個branch 不要condition 不要if then else 算A-B的絕對值 能不能做得到 很簡單 你就把A-B跟B-A做OR就好 當然前提是你要用saturating 你要用saturating的那一個mode saturating的mode是這樣 如果overflow或underflow 它就會變成最大 overflow變最大那個數 underflow變最小那個數 也就是說呢 最大數 在我們case裡面一個byte 最大數惡物 最小數是0 量數相加如果大惡物 我就 結果就存惡物 量數相減如果小於0 我就存0 所以你要用saturating這個mode 的話呢 你把A-B跟B-A做OR的結果 就會是A-B的絕對值 為什麼 因為呢 A-B跟B-A一定有個會是0 對不對 如果A大於B B-A會是0 因為A大於B 這是會負的 負的saturating就是0 對不對 那任何東西跟0 OR都它自己 對不對 所以說呢 A-B跟B-A一定有個會是0 那另外那個呢 會是正的 那OR起來就是會那一個 正的那一個 正的那一個其實就是絕對值 所以說如果你有saturating mode 絕對值呢 其實你就要用A-B跟B-A做OR 做OR 結果就是絕對值 OK 有了這個之後 整個事情就變成簡單 我們大家會寫出一個這樣的程式 對不對 我們會先把 從A A位置 讀進來64個bit 把它放到MM1 64個bit放到MM2 也就是說我們一次讀8個pixel 對不對 因為64個bit 每一個pixel需要8個bit 所以我每一次讀8個pixel進來 A的8個pixel放到MM1 B的放到MM2 那我再把MM1 copy一次放到MM3 原因是因為我要做一次A-B是B-A 那這邊我就做一次A-B 這邊做B-A 那這邊你看P平行SUB 就是相減 SB呢 不是撒B的意思 S呢 就是saturating S就表示saturating 那B呢 就是byte 就是以byte做單位 然後呢 做saturating的減法 也就是說呢 如果相減小於0就是0 對不對 所以這減完呢 MM1就是A-B MM2呢 就是B-A 再把MM1跟MM2 做平行的OR OR OR起來結果呢 就是A-B的絕對值 對不對 然後你做這個回旋做幾次 做65536除以8 那一次的做了 你這樣一次呢 做了8個pixel 所以你只要做 65536除以8次 就相當於把它做完 好 那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這個例子可能會更有趣 就是說我們常在做遊戲的時候 我們會把角色呢 分成很多個Layer 我們把它稱為一個 叫做一個Sprite 叫做一個Sprite OK 比如說這是 像個超級瑪麗的畫面 對不對 超級瑪麗的畫面呢 這個是一個超級瑪麗的Sprite 這是一個烏龜的Sprite 那時候我們整個組成這個畫面 我們會把這個超級瑪麗呢 放到這個位置畫面 把這個烏龜 像有兩隻烏龜嘛 像有兩個Sprite 那每個Sprite 它有個特定的顏色 像我這個Catch裡面 紫色的就是 我叫做Clear Card 當我把這一個貼到背景上面的時候 如果呢 這個Sprite的顏色是CLR 表示它是透明的 它要看到背景 反過來講 它如果不是CLR 表示它是不透明的 你就要看到什麼 所以在做Compociting的時候 不這樣 不過I等於1到Sprite 就是我把Sprite裡面每個Pixel 我去看那個Pixel 如果那個Pixel是CLR的顏色 表示它是透明的 那麼呢 我應該要看到的是背光的顏色 對應的背光顏色 否則的話呢 我看到應該是Sprite的顏色 這樣才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你 這是Sprite 我們要存成方形的嘛 因為你不可能去存這種 regular形狀 那很討厭啦 所以我們最終會存一個方形 那可是呢 我們必須要一個形狀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剩下的區域 填成一個特定的顏色 叫CLR 表示它是透明的 所以當我把Sprite 放上去的時候 這一邊會變透明的 透明我就要看到背景的顏色 這一邊會變不透明的 不透明你就要看到它自己的顏色 那Sprite貼到一個背光上面 就用這個邏輯來做就好 那問題是 一樣這邊會有 If then else 那我能不能避免If then else 基本的想法是這樣 我讀進來這個是Sprite的顏色 我就去讓它跟CLR顏色做比較 比完之後如果相等會是1 全部都是1 不相等會都是0 所以我比完之後我就有個Mask 這個Mask呢 如果是1 表示呢 是CLR顏色 40表示不是CLR顏色 那接下來呢 我把我的這個前景的顏色 A的話 等於CLR 做End End就要留下來 這個 如果是CLR 就要留下來 對 所以A是前景 A是Sprite的顏色 A是Sprite C是Background A是Sprite C是Background 所以你看到我先把我的A Sprite 去跟CLR做比較 得到一個Mask 然後呢 我把我的C 就是Background 顏色跟這個Mask 做End A的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呢 我把所有Mask是E的那些顏色 留下來 這很合理嘛 是E的表示呢 Nine Pixel對應的是 CLR 那是CLR呢 我就應該出現 背光顏色 所以我就把背光顏色留下來 那A呢 我就跟這個Mask的Complement 做End 因為這反過來 對不對 不是CLR那些人 我要把Sprite顏色留下來 是CLR那些人 我要把輕微0 接下來要把這兩個箱 加起來就好 加起來之後呢 一定 他是0他就不是0 他不是0他就是0 對不對 加起來結果呢 不會互相干擾 加起來結果就是我 Compassi的顏色 這個概念也非常非常簡單 就這樣來做就可以了 好那對應的程式齁 大家會講像這樣 OK 把Sprite放到MM0 然後呢 再把它Copy一份齁 現在MM0跟 MM2齁 這Q表是Core World 對不對 Core World表示64bit齁 結果現在MM0就是 D0號暫存器裡面呢 放的呢 我們把Sprite叫A嘛 MM2呢 也是A 那MM4呢 是C嘛 對不對 我們C就是杯冠嘛 然後接下來你看 我們這個呢 我們把CLR放到MM1 那接下來我們做這個指令齁 這指令 有指令看到P表示Tailure CMP表示Compare EQR表示比較他們是不是相等 然後呢 以Word為單位是比較 這個以Word為單位並不這麼重要 基本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就把MM0跟MM1 MM0跟MM1 就是把Sprite跟CLR做比較 所以我們產生這個Mask嘛 比較出來結果呢 放在MM0 所以現在MM0變成我們的Mask 那你記得Mask會是什麼 如果相等的話全部都是1 不相等的話全部都是1 然後我們會把呢 這個Mask呢 跟C做END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Mask 就是MM0 跟C齁 就是我們的這個Bagground 做END 所以這個呢 相當於是我們的Background 跟我們的Mask做END 下面那個是MM2 就是我們Sprite 跟我們的Mask 做END 所以這是Sprite 跟我們的Mask做END 然後再把這兩個呢 相加起來 OR起來 然後用OR OR起來 對任何東西跟0 做OR都是他自己 用相加7也可以 因為加0也是他自己嘛 對不對 PADD也可以 POR也可以 OK 然後就把這兩個 OR起來 這樣就可以做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OVERLAY 可是呢 又不需要用到Condition 的一個判斷 OK 好這我們就用很簡單的兩個例子 來告訴你這個 這個MX 或是後來發展成SSE啦 就是Intel的SIMD的extension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在現在的大部分的Architecture裡面 都會有這種SIMD的指令 因為這種平行的指令 其實 因為現在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Processor 不需要跑多媒體應用 甚至於這個很多的多媒體應用 都會有獨立的chip 像是 視訊的壓縮的標準 MPEG 它通常會有一些單獨的chip 專門做MPEG壓縮 因為這個對於這些裝置的 尤其手持式裝置 是太重要的應用 所以他們甚至有一些特殊設計的硬體 專門來做這一些多媒體的應用 那SIMD是現在Architecture上面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當然 後來這種平行程式的概念 也被應用到很多的其他的Architecture上面 反過來說 平行程式的發展會比這個更早 這SIMD的平行程式 算是比較簡單的平行的Model 那後來一些更複雜的 早期有些複雜的這個平行電腦Architecture 會比這個還要更複雜 不過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同一個指令 對於多比資料做一模一樣的運算 這種所謂SIMD的Architecture 在現在大部分的Processor裡面 即使Architecture裡面都有這樣的一些指令 而且它會對現在電腦效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因為你確實有很大量應用 都是屬於這種recurrent operation 甚至於用SIMDArchitecture 最極致的是GPU 就是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最早發展的是用來做圖學運算的加速 那後來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不在於受限於說只是做傳統的 固定的Graphics Pipeline operation 它有一定的Flexibility 讓你對每一個所謂的核心做不同的 Program的一些 或Kernel Program的一些開發 所以它也可以用來做很多的所謂一般的應用 那這是大概到2007年的一個統計 從大概2000年到2007年 CPU跟GPU的運算速度的成長曲線 藍色是CPU的運算速度成長 你發現CPU的運算速度成長並不大 應該說也蠻大的 可是沒有GPU這麼快 你看GPU這個GIGA Flop就是說 GIGA大家知道 就是10億 就是Billion的意思 Flop是Floating FL是Floating Point All Piece operation GIGA Flop就是說 每一秒可以產生多少個 10億的浮點數運算 OK 比如說 這是NVIDIA的7800 這已經是很爛的 現在比起來是很爛的 因為7年前的GPU 它每一秒鐘可以做到 150個GIGA Flop 150GIGA GIGA是10億沒錯 就是10億、100億、1000億 1500億個浮點數運算 每一秒鐘可以做1500億個浮點數運算 OK 所以它基本上變成一個非常能力的工具 那我們說過 它基本上Follow就是這種 它是Kernel Programming 不過跟SIMD 就是SIMD再往下一步就是 OK 所以你看到這種所謂平行的Architecture 它對於整個運算的速度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大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Core就是一個Core 這邊8個Core就是快8倍 對不對 24個Pipeline就快24倍之類的 那就是 它就扎扎實實的就是平行快8倍 因為它用8個Core 對不對 那就像我們剛剛一個指令 它做8個Byte 那你一個指令做一個Byte 它就平行快8倍 OK 很明顯的就是這樣 所以這種SIMD Architecture 其實在現在的這個 電腦效能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那最後我們來談一下 什麼叫Risk 跟什麼叫Sysc的一個差異 那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已經看過什麼叫Toy的Machine Code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Toy的Machine Code 很難不好寫作 比如說你們在其中考的時候看那一題 你們就應該會 不太直接 不太容易看出它要你做什麼 你可能要做了一下子以後 才會知道它要你做什麼 所以說呢 後來就發展了一些所謂高階的語言 像是CiC++等等 那可是這些高階語言必須要透過一些 叫做Compiler編譯器 幫你編譯把這些高階語言翻譯成 電腦看的這種機械語言 對不對 好那在1980以前 他們認為 我如果讓我的Machine Code增加 我的Compiler會比較好寫 最極端的Case就是這樣 每一個高階語言 每一個高階語言 我就給它一個對應的Machine Code 那如果這樣 Compiler不是很好寫嗎 那查表就好了對不對 所以1980以前呢 他們認為 如果我能夠做到1-1 mapping 那麼Compiler就很好寫 我這個程式的效能就很好 為什麼程式效能跟Compiler寫的好不好有關 因為是Compiler幫你翻成Machine Code 如果Compiler很笨 他可能會翻出一個對 可是呢 很重複的Code 而且Code都跑很慢 等到我們以後叫Hack Compiler的時候 你知道 Hack Compiler如果 他老老實做 不做那種運用 他會做出很多 很重複很多餘的事 本來一步做到是很做到30幾步 因為沒辦法因為Compiler笨 他就只能 老老實實的做 他沒有去優化他 所以那時候認為說 如果我能夠把我的指令增加 假設一個極端的Case 1-1的Mapping 到時候呢 我的Compiler只要查表就好了 那我Compiler應該可以做得很好 那Compiler如果做得很好 那至少 基本上寫跟人寫的一樣好 因為人寫High Level Code 就是人認為這樣最好 那之所以程式變慢 是因為Compiler笨 把一個很好的Code 翻成一個很爛的Code 對不對 如果Compiler夠聰明 那你翻出來Code就跟人寫的一樣好 那這個Code再不好就人笨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如果能夠讓Compiler變聰明 那麼呢 我們翻出來的Code理論上應該要很好 就得到Code的Quality會很好 那怎麼樣讓Compiler很容易寫 就是我讓這個指令增加 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所以說呢 早期的時候 CPU的賣點之一 是你的指令數 我指令數越多 我就說我的CPU越好 因為我這個Compiler應該更好寫 可是後來發現 指令越多 Compiler越難寫 因為你不想要選哪一個 不過大部分 基本上你還是就是用你常用那幾個 那比較特殊優化那幾個 你就不用 因為那幾個很難翻啊 不好翻 你不需要把它變成一些特殊狀況 Special Case 比如說呢 Intel的Architecture裡面 有些指令專門做Stream Copy的 那你等下知道 你現在做Stream Copy 才能夠翻成Stream Copy 那變成Compiler 必須要了解 你現在想寫的東西 Stream Copy這件事 那有時候 寫程式的人 寫的又不是那麼像Stream Copy 所以他想做Stream Copy 那Compiler不見得能夠了解 你要做這件事 最後也沒有對應到 優化的那個指令 那這個時候 你反而就失去了 增加這個指令的用意 所以說 雖然 以前 認為是這樣認為 可是後來發現 Compiler其實 並沒辦法真的有效的 應用那麼多的指令 他還是最常用他 熟悉的那些常見的 Componset那些指令 那當然另外的優點是說 他的Compiler呢 不需要為了某個特定的Architecture 而做特殊 太多的一個更改 同一個Compiler可以 應用在不同的Architecture上面 所以到1980年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Risk的概念 他希望呢 我能夠簡化指令集 可是我讓我的指令集 變得很Regulize 什麼叫Regulize呢 比如說一個特色就是說 Risk的Machine 大部分指令的長度是固定的 就像我們Toy Machine一樣 Toy Machine每一個指令16個bit Risk的Machine每一個指令 假設比如32個bit 每一個指令都32個bit 可是呢 Cisk的Architecture 通常每一個指令的長度 是會變動的 短的呢 8個bit 長的呢 可能32個bit 那這個時候你的Architecture設計 也會很複雜 因為單單Fetch跟Decoding 就很複雜 比如說 對於Risk來講 你Fetch每次都Fetch32個bit 那對於Cisk 你到底要Fetch幾個bit 你Fetch8個bit發現說 好像還沒完 還要再Fetch 他有時候要Fetch到32個bit 那你的IR到底要放多大 所以 指令長度的變動 會讓Architecture設計 變得比較複雜 可是Risk呢 他就是 強調他要讓指令 Regularize 所以他每個指令都固定長度 那固定長度有個缺點 有些很簡單的是 他也固定長度 你根本用不掉30個bit 比如說 我們要把兩個暫存器 相加放到另外一個暫存器 每一個暫存器 就4個bit 那你最多也是需要 12個bit 就可以指定3個暫存器 加法OP code 再假設8個bit 你最多就20個bit 剩下12個bit要幹嘛 就不用 所以說 Risk出來 指令長度固定 優點是Architecture很容易設計 缺點是 它的指令的密度比較差 它指令因為都是32bit 所以它會浪費很多個bit 所以它程式通常比較大 那Sysc呢 它的指令的Density會比較好 因為它可以根據它需要 用不同長度 這個指令的比較複雜 就長一點 這個指令比較簡單 就短一點 所以它的指令的密度 Density會比較好 也就是說同樣做同樣的事 Sysc翻出來的 這個程式的Size 通常會比Risk來的小 不過呢 缺點是Sysc對於指令的 Fetch跟Interputation 會比較複雜 Risk會比較簡單 那Risk就是說我用少 可是呢 我每個都做得很單純很簡單 我盡量讓每個做得快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 這是Risk的一些 主要一些特色 我們剛剛提過 第一個它指令長度是固定的 32bit 通常是32bit 再來它有所謂Low Store Application 就是Toy Machine 你要做運算之前先做Low 從Memory搬到暫存器 然後再來做完之後呢 用Store寫回去 再來它有很大的Risk file 因為它做Low Store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暫存器 來存這些結果 因為它操作對象 不可以是Memory 它操作對象一定要是暫存器 那所以說呢 你就要很多的暫存器 來支持這些操作 那如果是Sysc呢 通常 比如說Intel的CPU 它可以允許你對一個暫存器 對一塊Memory的位置做加法 OK 那它就不需要Low Store 也就是說你要不用把所有運算的東西 先放到暫存器再做運算 不過呢 如果是Risk的話 通常是Low Store 因為運算先到暫存器 所以它要支援一個很大的暫存器 所以這是Risk Machine的三大特色 所以我們的Toy Machine 其實是一個Risk Machine 明顯的 指令長度固定 有Low Store Architecture 一個很大的Risk file 你要16 好 通常呢 它 在Architecture上面 它可以用HardWireLogic 因為它的指令很簡單 就像我們Toy一樣 我們有HardWireLogic 你要記得的話 每一個ControlSignal 都會對應到一個BullingInspression 那就是所謂的HardWireLogic OK 對應另外一點 就是用一個所謂的 ROM 你要記得的話 ProgrammingLogic 用個ROM 存這些ControlSignal 對不對 好 那再來是它每一個指令 基本上一個Cycle做完 有Pipeline的概念 優點是 它的晶片Size比較小 開發時間比較快 Performance比較好 好是因為它很容易做Pipeline 缺點是 我們剛剛講過 它Code Density比較差 因為它固定Size 有指令 不是X86 compatible 這就不見得是缺點 見能見智 在當時如果你要做PC的話 也許這個缺點 做Imbally System的話 這就不是問題 這些我們剛剛講的 也是Risk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特色 它的操作很簡單 它指令呢 通常只有四五十個 然後通常是暫存器 對暫存器做操作 然後它Agency Mode很少 所以Agency Mode就是說 你的Operant可以是什麼 在我們Toy裡面 Operant可以是什麼 它可以是個常數 比如說LDA 第七號指令 你可能會把某一個常數 放到某暫存器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常數 它只可以暫存器 從R0到R15 它可以是個Memory的位置 就這樣沒了 三種Agency Mode 如果是Intel的Agency Mode 總共有十幾種 它可以有一個Base 加上一個Index 加上一個Offset 然後呢 還可以再乘以二 乘以四 或乘以八 所以它的Agency Mode 會變得很複雜 那再來就是說Risk 它會有很大的 暫存器的File 很多個暫存器 指令長度固定 然後呢 指令的格式很簡單 會很固定 就像我們Toy Machine一樣 只有兩種格式 那Sys跟Risk比較 對比的 Sys會有很大 Risk呢 Risk呢 很小 那Sys會提供一些 High Level Operation 它認為會 對Compiler比較簡單 那Risk呢 只提供最基本 最基本 最簡單的一些指令 讓Compiler用這些指令去兜出複雜指令來 然後呢 Sys呢 通常得要用Microcode Interpret 就是我們想的用一個ROM 把這個 你現在的Input進去 Output就ControlSign 然後呢 Risk通常可以HardWireLogic 然後一個最著名的Sys的例子 就是Intel的Architecture Risk呢 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Arm的Architecture 那這是 兩個 Sys跟Risk 一個例子 我們各拿一個 Process來做比較 這是一個Sys的Machine 它是用Intel 486做例子 Risk呢 我們是用MIPSR4000做例子 指令數 Sys呢 235個 Risk呢 94個 AjS Mode 11個 1個 指令的Size 1個Byte到12個Byte 4個Byte 30個Byte 這個General Purpose Regist 8個 32個 所以你很明顯看出Risk 跟Sys的Machine 一個很大的差異 指令數 指令長度 暫存器的數目 那最終為什麼大部分情況我們選擇Risk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Compiler 其實並沒有辦法 真的很有效的利用Sys所提供的那些很高級的指令 因為它不太容易去recognize使用者寫的程式就可以對應到那個指令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個Risk設計比較容易讓我們引入比較advanced architecture的設計 像是Pipeline Cache 都是從Risk這邊過來的 最後就是說Risk的一個最有名例子Arm呢 它通常可以做的讓它的Power Consumption會比Sys來的低 所以就是後來Risk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設計上面的一個典範 也就是說現在很多Processor其實是用Risk系列的Arm來製作的 我想大概大概就這樣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大概介紹了一些Advanced architecture設計 包含像是Cache、Pipeline跟SIMD來加速我們以前介紹的Toy Machine 好了到今天為止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Hack的階段 所以下禮拜我們就會介紹Hack的Machine Language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介紹Hack的Architecture 那我想我因為你們現在期中考我今天先不Assign作業 不過我下禮拜Assign作業我們接下來會有三個作業 一個是Memory Memory那一塊還沒有做 所以我們已經教過了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其實可以先做 反正網路上就是課程網頁上有 接下來我們會有這個作業三 作業四跟作業五 一個是Hack的Architecture 一個是Program 所以你要期中考完我們下禮拜會有Sign 大概兩到三個作業 大概兩到三個禮拜會要交這樣 OK 好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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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